小徐说 9号晚上和朋友去洗澡 之后在里面休息 10号凌晨2点多自己去卫生间 台阶就是没有灯光了嘛 我走过的时候就一步就迈空 就差点摔那去 然后手机 台阶也就20多公分吧 当时人就是打了个猎气嘛 就是慢了几步 后来回去捡的手机 然后对手机掉下 当时手机坏了 我觉得后面摔坏了就摔坏了嘛 也无所谓嘛 小徐提供了一段监控 他说自己当时往洗手间的方向走 因为灯关了 没有看到台阶 一脚下去踩空 口袋里的苹果10手机掉了出来 后盖位置有几道裂痕 想着自己多少也有一点责任 就没有跟店家说 结果早上去结账的时候 点击手机屏幕上方的支付宝程序 发现没有反应了 点不开了 手机当时屏幕已经 那块已经断触了 屏幕上半部分 然后我就去结账 结账他跟我说 就是意思就是出来玩 都是要消费的 你这个东西坏了 我们不管 你就是不想掏钱 意思就是 他们说我敲诈 他们要报警 你让我走 让我赶快结账 小徐手机上的支付宝程序 在页面最上面一行 记者点击支付宝图标 和同一行的其他三个程序 没有反应 不过点击下面一行的程序 还可以正常进入 小徐说 当时报了警 店家看了监控后 说给自己和朋友 一共优惠50块钱 他没法接受 后面朋友先付款离开了 他通过微信 支付了235块钱 然后昨天我去那个 苹果授权店嘛 就查了一下 修这个手机 大概要4400多块钱 我现在 对屏幕要4400多块钱 因为后盖算了 他要拆前屏后屏的一起 他有一个盘子 一起拿掉 如果这么修的话 得4000多块钱 我的诉求就是 让他给我掏100多块钱 去我朋友那 然后修一个 这个出门IC就可以了 然后我希望他们给我 就是怎么说呢 公开道歉吧 找到这家蓝月汤全 有位工作人员说 小徐的消费 包括洗澡搓背等 自己当天不在场 双方怎么沟通的 不太清楚 不过了解到同事 6月10号 陪小徐处理了将近一天 民警前后来了三次 小徐提出要 4400块钱的赔偿 我们说了 不是你手机摔了 我们一分钱不会赔 但是你的200多块钱单子 我们可以给你免 说得很清楚了 他不同意 你拿了手机 他也办了一下 你说这手机摔了 必须要我们负责 对不对 我们说了 手机的钱 哪怕收5块钱 我们也不会付 但是你这个单 我可以给你免200多块钱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责任吧 为什么要关灯 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 关灯很简单 别人要休息 我们肯定要关灯 它摔倒的位置 是属于什么区域 休息公共区域 休息区旁边 是在公共的通道里 还是在休息区 公共通道里 公共通道那个地方 没有灯吗 有灯 小徐否认提出过 4400块钱的赔偿 现场 他又把监控 给这名工作人员 看了一下 有灯带的 哪里有灯 下面这一圈 台阶是有灯带的 是没有的 小徐说 自己住在江苏昆山 当天来杭州 找朋友玩 没想到在浴场 出了这件事 虽然金额不大 但心里觉得委屈 专门又从昆山赶了过来 工作人员表示 休息区晚上12点会关灯 其他公共区域 是有灯的 否则小徐也不会知道 卫生间的位置在哪里 视频中也能看到 手机掉出来后 小徐很快捡起来了 但这件事情 毕竟给小徐 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现场工作人员 表达了歉意 退给了小徐 235块钱 小徐接受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带来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